在羅斯福時期和拜登時期 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羅斯福時期的那就是凱恩斯經濟學那套東西 政府刺激 因為還有金本衛嘛 不可能有什麼超發現效 對不對 金本衛時期嘛 但是在拜登時期就說美元是主權貨幣 超發全球買單 何樂而不為 我覺得這個本身已經不是金本衛 同時又是全球基礎貨幣 所以拜登的政策是兩手並舉 一方面有政府開支 加大政府開支 一方面有超發 當然他也說政府開支是要靠徵稅彌補 但是我覺得不大可能 只是一個說法 真正說法就是全球買單 未來買單 另外一個話就是這個 政府開支 就這兩頭 這兩頭肯定會 都會造成 對對經濟的一些負面的影響 當然了政府開支這塊 你看他用在哪 如果說用在這種大學免費教育 這還不好衡量呢 如果從政治哲學上來 有些 譬如共和黨人 他主張小政府的 他就會堅決反對 你不管這種好事就是壞事 本身就是壞事 他會堅決反對 但是如果從經濟 純經濟計算上來看 可能是好事 你這個征的稅 從富人上征的稅 你現在給窮人豁免學費 讓窮人去上技校 上社區大學 這個是給美國在國家在提供了一大批技術勞動力 有點像德國了 對不對 有點像德國傳統的政策 就說拜登的這個新政 他的規模是遠遠大於羅斯福的 而且他是有利有弊的 所以經濟後果是有利有弊的 譬如人力資源的養成 他就是有利的 對於這個家庭計劃 他都是著眼未來的 拜登這個老頭子 他不是個享樂主義者 79歲這個老頭子 看樣子在政壇待這麼多年 還是美國這政治也是考驗他的 他是被留下來的人選 所以我想他也是有長遠心的 有長遠心的 那就是說他不會合則而餘的搞這種經濟刺激政策 錢要花在刀兒上 要解決當下美國人的問題 美國人的困難 疫情時期的這種困難 也要解決未來的這種永續發展 要跟中國競爭 要加大科技投入 這些方向要加強基建 這些方向都對美國國家有好處 但是對資本家可能沒 說不上 說不上 相關受益的有 有 但是也有一些人根本就 可能受損者 受損者 短期受損者 長期我們不好講 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說 他這個政治上能夠安居政局 安撫這個全球化受損群體 就是說一個 再一個就是他會這個 迷平這個藍紅的這個區域隔閡 而他這個社會主義政策呢 也是民粹性的 就是我說這種社會主義 他民粹性反過來講 他能夠 也是抵禦民粹的 也就是說能夠跟民粹主義爭取這個 爭奪選民啊 這個是應該是對這個 建政派的這個新自由主義的一個修補 一個修正啊 就是像這種歐式的社會主義福利政策的一個轉型 同時他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這種移民國家 他廣大這個亞非拉移民 但是呢 就是說這種全球化過程中間 美國的這種帝國的性質越來越強 而共和國這個性質會 會有所削弱 所以你能看到就是說有一些這種美國的公民 在這個期間呢 實際上 你只有七成的美國的這種共和黨人不認可 就認可川普的說法 說這個選舉是舞弊的 選舉是被偷了 但是他們政治上似乎又沒有更多的激烈的活動 實際上你甚至可以認為 就是他們是內心裏頭可能不認為川普說的有道理 但是他一定要堅持這樣說法 就是 這就有點敵我的這個感覺了 就有點敵對的感覺 敵我的感覺了 就是過去的兩黨政治是共識政治 那現在這個兩黨政治好像就非常脆弱 所以這個是拜登是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說你的這個帝國 美帝國的這個全球化紅利 應該讓共和國的這個公民都得到 都得到 利益共享 就像胡錦濤也說過 改革的紅利 要讓全體人民得到 大概其就這麼 要不然的話 因為你的經濟發展 反而這個國家會破裂 反而國家會分裂 會引起社會矛盾 因為 因為有的人就是心裏不平衡啊 有的人是轉型困難啊 有的人是心裏不平衡啊 有的人是心裏不平衡就是 因為你比我更闊了 這個社會就不穩定了 就是這樣的 當然美國這個本身 它這個資本主義這個傳統很強的一個國家 也有很多歐洲繼承的這種習慣法 習慣法實際上就是帶有很強的封建性的 這樣的一個 資本主義它是會衝向那種就是說 成文法世界的 會衝往那個走 但是呢 我覺得美國它又有那種古老性 很多朋友反對這種美國的這種選票制度 選舉制度 說這個 當然我說的是一些左翼的朋友 支持民眾的朋友 他們就認為 這個希拉里明明票數比川普多 反而落選 所以這個選舉人至於有問題要廢除 他們不到這是美國的一個政治遺產 這個遺產你要廢除了 美國就翻大天了 因為美國是個聯邦國家 美國總統是聯邦選出來的 是各邦選出來的 是各州選出來的 不是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才會出現民選票數 少的人能當選的這個結果 你如果要把這一條改了 那就美國就不是聯邦國家 就全民選舉了 全民選總統 那全民選總統會是什麼結果真不好說 也可能川普就真能當選了 你如果全民選總統的話 這個不好講的 這個不好講的 讓他女婿女兒都進都參加 他對別人不放心都參加 要催著復工 疫情還剛剛開始他就要催著復工 那庫默都不是聯合了十個州長嗎 協調步調 就不聽你那個白宮的 川普說你要造反 庫默說什麼 庫默說什麼 說美國總統不是國王 你是各州選舉出來的 他就不用說是美國人民選舉出來的 就是庫默他上面是跟總統抗爭 下面是壓制白絲毫 因為這個州權要大於紐約市這個權力 但是面對著聯邦權力 你聯邦權力不是說絕對的就大於州權 這是憲法給予的 憲法給予的 就是州權把一部分權力交給你聯邦 是這樣來的 你是來自於各州 所以我想的話 就說美國的這種政治體制不會輕易的變化 但是民情在變化 世界在變化 所以他要在政治體內框架內 還要做調整 但是他這個好處就在於 他不是個成文法國家 不是大動當干戈的 你像搞一個禁酒法案 都需要動用憲法修正案 當然禁酒也是個很荒唐的事情 但是人民會荒唐啊 人民在很感性的時候他就會荒唐 最後又通過另外一個憲法修正案 把那個禁酒法案再取 讓他實際上作廢 所以你要實施一個 就是影響所有美國人的法律 你必須經過各個環節 四分之三多數的同意 你才能變他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確實是一個自然法國家 就是他相信眼鏡的力量 相信習慣的力量 所以有很多不合理的現象 你就得忍著 忍幾代慢慢才能改 但是呢世界畢竟在變 所以呢 有的時候改變真的是很巨大 但是呢總體來講 美國的政治真的是比較穩定 他是因為機制造成的 就是因為制衡 就是因為你任何人搞獨裁很難 搞暴民政治也很難 總統搞不了獨裁 議會領先又搞不了暴民政治 那實際上他這個 他建造的時候可沒有說 我要去做世界的這個權力的中樞 他沒有幹這個 但是呢就是說 十來運轉二戰以後 他就坐在這個位子上了 坐在這個位子上了 所以我想的話就是說 拜登呢他經過這個 這個全球化的這種調整 我覺得在未來的話 他肯定會越來越這個社會主義化 越來越就歐盟式的社會主義化 越來越移民化 就更多的來的人 亞非拉國家 那麼亞非拉國家來的 可能就是很多就是生活比較好的人 會來到美國 不像過去啊 是歐洲很多生活不下去來 那麼歐洲人可能還不願意來 所以這個種族的這種構成 就是會也越來會越亞非拉化 就是白人的這種絕對的這種優勢 可能在削弱 就是佔據絕對優勢的這個 可能會有削弱 另外一個就是 全球化進入2.0 國內也是以團結為主 但是這個團結呢 它是釜底抽薪 它是抽這個共和黨的這種底層選民 它爭取這些人選民 它不如說跟你建制派勾兑 證明跟建制派勾兑的話 建制派已經被川普 弄得死死的 根本就無能為力了 所以他現在 你像那個拜登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句話 說2024 問他大選2024 2024還有沒有共和黨啊 我覺得他是大嘴巴 但是他掌握的信息也比我們要多得多 所以我們看他這說這句話 背後有很多話 背後有很多話 這話可能不是簡簡單的 政敵之間的很輕浮的一個嘲諷 所以拜登他的這個 我更多的會從政治角度來看他的這種 拜登新政 我認為他基本上就是個政治方案 基本上是個政治方案 要跟這個美國在 要跟中國在這種 經濟領域競爭 要保持這種高技術領域的第一位 他說他在在他任內 中國不可能超過美國 我覺得這話是泛泛爾談的 因為你要讓GDP超過美國了 也不算超過美國 你必須在高技術領域 在高技術領域和軍工 我覺得在他任內是 給他再三個任期都很難 因為西方都不會把核心技術賣給中國 所以中國靠自力更生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整個現代世界都是互相拷貝 互相學 要互相偷來的 那就資本技術輸入 你美國怎麼起來的嗎 德國怎麼起來的 日本怎麼起來的 對不對 蘇聯怎麼起來的 德國和日本 蘇聯 這都是英國和美國資本 技術輸入的結果嘛 對不對 輸入了以後 他不服氣 他要平視了 你就打起來了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嘛 所以你中國 你現在就要跟人平視 那輸入人家就不會給你輸入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拜登說這話滿滿的 沒有任何問題 就在他在任 中國不會超過美國 對吧 那麼另外一個就說 他的這個新政 我覺得買單是全球買單 一個是未來的美國人買單 另外一個是全球買單 這是一回事 為什麼一回事 全球買單是會影響你美元的地位的 是會影響美元地位的 但是反過來呢 他有一個對沖因素 就全 全球的 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 以美元為主 他各國 他又也去炒發貨幣 就是 影響中國 以美元為毛 他也又印人民幣 所以大家一塊印嘛 大家一塊爽 全世界國家一塊爽 華爾街是全世界資本家結合起來 全世界資產階結合起來 那聯合國就是全世界政府 統治者結合起來 不管你是民主產生的政府 還是專制產生的政府 所以都是無毛貨幣嘛 都是沒有本位的嘛 都是取決於國家信用的嘛 取決於你的 只要你有徵稅能力 那多多少少拔鵝毛 都是你政府的這個能力 拔鵝毛藝術嘛 一雞拔鵝毛 又不讓鵝叫 對不對 完了中間還可以搞搞這種 社會平衡 政府 別人搞不了啊 對不對 別人靠慈善搞 不像你這政府 搞可以搞大規模 你可以創造出貨幣來 對不對 別人用自己錢 掙出來錢搞慈善 你政府 你直接可以多用票子來搞慈善 對不對 那那些人 那你 接受了政府的這個 這個錢的人 可以理直氣賬的說 政府是我兒子 對不對 那接受慈善的人 他不能說慈善家是他兒子 所以這都是不一樣的 這都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你 你通過政府搶人的錢 搶來的錢 你可以這個 堂而皇之的話 沒有任何內疚 因為是公民的權利 公民的社會 公民的社會 所以我說這個搶也是打引號的 就像我說 知識產權的頭也是打引號的 就是 並不是那麼天經地義的 就是說在 在一個自然經濟的一個自然社會的狀態下 知識產權不是天經地義的 政府印鈔 政府掌握貨幣也不是天經地義的 都都是演化到現在的一個結果 演化到現在的 就是說 就是說共和黨儘管是主張小政府 但是他們所支持的這個小政府 已經大的不得了了 已經跟早期的美國 就是說所有的復古派 都只是對現狀不滿 並不是他真的有能力 或者願意回到古代 回到過去 而且從美國來講 他基本上履行了去世界政府的這種職責 不是聯合國是美國政府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也回不去了 所以他怎麼可能是個小政府 對不對 他美國的安定 你世界政府的首都 美國是世界政府的首都 不能出問題啊 你國會都被衝擊了 這問題太大了 所以我想 不管是佩洛西還是麥康奈爾 還有這個拜登 這幾個老人家 應該都是觸目驚心 沒想到大驚失色的事兒 所以所謂的拜登新政 我覺得也確實是非常規的 但是也是一個疫情期間的一個繼承 他既有紓困 有救世 這個疫情期間的原因 也有和中國競爭 要重新抵禦國內的這種分裂 這個東西部和中 東西部這個全球化地區和中部這種 老美國這個地區這種相對失落感 他要弥平這種美國的這種 要重新團結 所以拜登這個方案是 是一個讓美國重新團結起來的一個方案 要加強共同體內部聯繫 他說要買美國貨 說要創造這個給藍領創造就業機會 都是這個目的 都是彌合 彌合這個 所以為了這個政治上的團結 經濟後果我覺得 顧不了太多了 顧不了太多了 就今天的問題今天先解決了 至於這個羅斯福 羅斯福應該也是這麼個問題 就是說經濟後果並 實際上按奧派的講法 羅斯福新政好 拜登新政也好 經濟後果未必好 或者說原則上不會好 但是呢 對美國好 因為首先他能夠團結起來 讓美國各個階層各個區域的人團結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確確實實 他作為一個美國國家 他照顧一些這個 這個 照顧一些這個市場中間的失敗者 那有這麼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的動力和羅斯福時期也不一樣 羅斯福時期 美國是列強之一 後期的列強 現在美國是全球這個一級世界的領導者 所以這個也有重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他要比羅斯福要大方大方多了 羅斯福可做的事情不多 羅斯福 而且羅斯福後期又介入這個二戰 實際上就說 最初羅斯福新政說是要這個拯救經濟危機的 但就我的看法 或者奧派的看法來講 真正的經濟危機 從這個這個這個胡佛 這個這個是胡佛吧 這個這個 之後羅斯福這個美國這個29年大蕭條 應該說現在這次的大小壁 二戰爺厲害多厲害多了 只不過因為 只不過因為這個資本積累和這個技術 技術先進 農業先進 不會餓死人 不會露宿街頭 如此而已 但是這個經濟的這種 疫情帶來這個波動比二戰爺要大多了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羅斯福這個 新政的這種弊端啊 美國要獨立承受 在拜登時期 實際上是美國要全世界承受 因為它主權貨幣 它它是全球儲備貨幣 全世界要承受 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說 那個時候美國不是全球創新發動機 那時候全球創新不管科學技術 最強的應該都是在歐洲 美國是財大其粗 有點像現在的中國財大其粗 但是也有不像就國際環境不一樣 對不對 美國是歐洲移民組成的國家 它從歐洲接受技術移民 接受技術很順 咱們這偷也好 拷貝也好 牆也好 無所謂 它很順 老家來的 中國這很難 中國這個技術升級非常非常難 所以就是說 中國現在也像一個爆發戶 中國這個也像爆發戶 那樣美國在十九十七末二十七日也是爆發戶 你別看他經過了29年經濟危機 他是全球的債主啊 對不對 一佔以後他就是債主 二佔以後他更是債主 他的工業製造佔了全球的一半 那跟現在中國的製造力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說高技術 他可以承接歐洲的高技術 高技術輸入人才輸入 但是中國 不能說沒這個命 就是卡在中國共產黨這兒 過不了這一關 另外一個話就是說 二戰本身實際上美國損失是很大的 那麼多人去當兵去死在戰場上 那麼多人他去在工廠裡是生產武器彈藥 不是生產黃油 是生產大炮 那一打 你把別人打了 你自己也得不著啊 對不對 所以美國也不是說我站了以後 我都給你們那個搶你們的東西 像日本人 德國人一樣搶你們的東西 不是啊 實際上打仗本身帶來的損失 其實比你搶的東西要多得多 對不對 但是美國你要說搶的最多的就是人才 二戰以後把那個人才 德國的人才搶來了 歐洲的人才搶來了 所以這是美國發的最大一筆財 就是二戰以後 他的科技力量 他一下佔全球領先了 基礎研發和技術力量 德國垮了嗎 對吧 另外一個就是說 確確是別人都爛了 他相對來講他冒在最前頭 但是他也確實輸出資本 是吧 二戰前他是輸出給德國 二戰後繼續輸出給德國 也輸出給法國的 也輸出給蘇聯 那實際上這個 羅斯福經歷了這個 羅斯福新政府二戰這個過程 你能看著在經濟上 從經濟學分析來講 那都是吃虧的事兒 但是呢從政治上來講呢 他美國這個國家崛起了 我說吃虧的事兒 美國人民在受苦啊 你戰爭期間 美國人民絕對在受苦 因為戰爭結束的時候 將近一千萬軍隊啊 青壯的青壯年 都在戰場上不在工廠裡 不在田野裡 而且在工廠裡頭 又有很多人生產 是兵工 拖拉機一改生產坦克去了 而且你生產的 你還原建蘇聯 給蘇聯造兵工廠 這些都是負債呀 這些欠出去的錢 當下都是雷錦裤腰帶的 你說蘇聯欠錢 但是你也拿不到啊 你支持所謂的反法系戰爭 又損失精壯勞力 而且那個 你的製造力都在生產武器 但是確實也鑄造了美國的霸權 就是戰後的秩序是美國制定的 美元的霸權 美國這種影響力 這是帝國福利 但是美國人民本來也沒有想這些東西 但是不期而遇得到這個東西 但是確確實實你要說戰爭時期 就是29年到45年 咱們這樣講 29年到45年期間呢 這些美國人真的是 我們不管什麼原因 總體來講是受害於羅斯福新政的 我得這麼評價 因為你想你要按新政的邏輯 我創造就業對不對 那我創造就業 我戰爭不是更創造就業嗎 對不對 你這個本來失業我讓你當兵選 你本來失業了 我現在開兵工廠去 但實際上這真的是對經濟有好處嗎 生產更多的大炮對經濟有好處嗎 更多人上戰場對經濟有好處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川普說美國這個deep state deep state 我覺得是美國最優秀的一批人 政治精英在主導的美國這種進程 真的不是一般的普通公民 普通公民真的是走一步看一步 走一步看一步 儘管這個精英是他選的 但是呢我覺得就像毛遂說的 這是脫穎而出也是沒有辦法的 對不對 像川普總統他曾經說 他要搞這個不拘一格降人才 要突破這個白宮用人限制 感覺有點像毛澤東那個感覺 文革後期的時候用公共民學員 用吳貴賢 用李 叫什麼 陳永貴 這川普總統也是痛感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太難對付了 太糟糕 太壞了 但是這個能改變嗎 最終我覺得川普總統就過去了 過目煙雲 但是他所說的deep state一直在控制美國 但是我說好在還有deep state 我就對美國的評價說 好在還有deep state 因為你廣義上來講 就是大企業 就是媒體 就是那些院外遊說集團 就是那些三權分立的機構 這些是美國的精英啊 不需要你 美國人人都精英 所以很多華人來美國一看 然後美國人 這麼傻 這麼善良 這麼蠢 這麼好騙 對 那你是看到人民 你沒有看到他的精英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 但是美國人民的寬容就在於 就是說他們容忍這樣的精英能勝出 能讓那些精英來代表他們的利益 這是美國人的智慧 但是這個智慧可能不是當代美國人的智慧 是美國傳統的智慧 可能就是他們這種 因為這個基督教信仰代表他們的智慧 也許是自然法信仰 自然 自然主義信仰 按那個哈耶克的講法來講 就是對於這個人世間的真理 往往這個有神論者認知比無神論者更深 更深刻 原因在哪呢 有神論者他相信有一個外在力量 那麼實際上呢 無神論者很難相信這一點 但是呢 無神論者還有另外一條出路 你相信自然的 自然規律的力量 至於這個規律誰製造 你可以不去問他 但是你得相信這個世界是有規律的 這點不能碰 就因果律是存在的 你不能碰它 如果這個你也能碰它 那你就人有多大 人有多大產 地有多大產 人有多大產 地有多大產 變成 變成完全這個 肆意妄為的這種人本主義 說主觀主義了 那就是大災禍 我覺得美國人可能在內心裏頭 他會敬重這些自然力量 規律的力量 敬重這些 在自己之外的這種 專家的力量等等等等 我覺得這個 這是美國力量的一個來源 那麼從這個地方來反觀羅斯福和拜登 他們倆都是資深的政治家 而且這個羅斯福是有家事的 他是小羅斯福 還有西奧 弗蘭克林羅斯福之前還有西奧多羅斯福 也是做過美國總統 他是有這個 應該算是美國政治精英吧 拜登也是 二十多歲當選參議員 很多川粉說 他從政參議員幹什麼了 那現在就看上帝召喚他來幹事了 你看看他幹的怎麼樣 我總體來講 就是對於他的新政 我覺得經濟後果肯定是全球承擔 美國人民未來也要承擔 我說這個話當然是從負面意義上來講 經濟上來講是必大於利 但是政治上來講是利大於利 絕對的是必要的 利大於利 這個也是這個 即使是奧地利學派哈耶克 他也是奧地利學派的大家 當然他不是原教旨主義者 就是他在和一個德國的經濟學者討 通訊的時候他就講過 如果說 實際上我覺得他這話很有深意 他就說如果說當這個民主政體受到挑戰的時候 他不反對政治政府干預經濟 基本上都進不了經濟學教科書的 他是作為歷史出現的 在教科書里 在大學里是說歷史出現 他進不了主流的犯式的 但是我覺得 哈耶克也是還有這一句話 因為他對政治哲學他也深有研究 他有這句話 他不是單純的一個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者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評價 我會認可哈耶克這個話 就是說 當你的民主政治遇到挑戰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這個干預 或者大規模干預 可能是必要的 他是政治考慮 不是經濟的考慮 換句話來說 經濟上做對了 國家沒了 會不會有這種問題 國家競爭中間失敗了 國家分裂了 這可能這個代價最終還是一個 你要廣義上來講也是一個經濟學代價 也是經濟學意義上也是一個代價 但是呢 但是不能搞經濟學霸權 這屬於政治哲學範疇 政治學範疇 大概起我是這麼一個看法 對這個拜登行政